自然材料杂志在最近提出的新研究表明,产生胰岛素的胰岛细胞确实可以实现现化OFF-THE-SHELF移植,并且没有受到免疫抑制。 这项研究意味着,人类糖尿病一次性治疗,在不久的将来有望替代终身使用胰岛素注射,通过美国组织亚利工学院,GEOGIAITITUTVOFTCH&LOGY科学家们的不懈努力证实,结合水凝胶和胰岛细胞移植的方式,可以有效地在没有免疫抑制进的小鼠体内置入同种一体细胞。 具体来说,科学家们通过利用和橙水凝胶,颗粒的技术为免疫系统效应,T细胞乘送FAS配体蛋白,同时伴随胰岛细胞的移植。 到目前为止,这些植入的细胞已经存活了200多天,科研人员因此都相信它们可以存活得更久,可能是无期限的。 这项事业研究刊登之后,就立刻被媒体多次报道,乍一看,似乎是水凝胶训练免疫系统时期不攻击胰岛,但这种描述并不是完全准确。 事实上,描述水凝胶为保护盾或带着刺的铁丝网可能更加生动准确。 每个凝胶颗粒直径约为150纳米,和胰岛细胞的尺寸大致相同,它们全都围绕着每个移植细胞并呈送配体。 这样的FAS的配体一般可以激活效应T细胞,中的细胞死亡或成是T细胞死亡。 诸如此类免疫细胞,其上面所属的效应T细胞,这主要功能是负责同种一体,经验值所产生的器官排斥。 如果T细胞过于靠近新的胰岛细胞,那么它将会撞击到水凝胶保护盾上,并会触发细胞凋亡。 也就是说,经过移植的细胞被一个钉状物保护层包裹其中,而人体的免疫系统仍能继续正常运转。 科研人员能够简单地将胰岛细胞与保护盾水凝胶进行两只混合,然后在无任何基因匹配下将它们注射,到试验小鼠的脂肪垫之中。 而相对人类来说,它们认为将这些细胞混合物注入网膜是可能的,网膜是连接可以温和消化系统其余部分的组织。 科研人员认为网膜可以作为最好的试验目标,因为它充满了能够让所移的脂肪导细胞,进行附着的血管。 治愈糖尿病的新机会质中现获细胞移植的方法,不只对传统治疗方法发起了进军,而且操作检便及成本跌廉的优势获取,还会增加其未来应用的可能性。 目前,研究人员将注意力,全都集中在了R型糖尿病上,这可能是因为R型糖尿病是一种自食免疫性疾病,它们希望保护抵导细胞免受免疫系统的攻击。 这也是治愈疾病的关键点,几项型试验增加了完全治愈R型糖尿病的机会,全球如今也有超过4.25亿的糖尿病患者,而我国糖尿病患者人数,更是位置全球第一,高达1.14亿人,解决如何根治糖尿病的难题是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的大势。 今年来,以导速开发与生产的市场龙头们分泽压宝,细胞治疗的新南海,期望攻克治愈糖尿病的主要阻碍。 通过细胞治疗解决糖尿病的创新技术层出不穷。 在今年5月份,糖尿病市场的领头羊诺赫诺诺诺的公司,提出对干细胞治疗方向加强投入。 诺诺诺诺的公司也已经和美国的康奈尔大学进行合作,以解决干细胞治疗R型糖尿病的一些障碍。 具体的合作细节,与保护beta细胞免去受到输注免利益系统损害的装置有关。 而在今年的4月份,另一个糖尿病市场巨头美国理来公司和Syndalen也达成了一项糖尿病细胞疗法合作开发协议, 运用独有的改良版干细胞治疗方法来开辟二型糖尿病细胞性疗法。 这项两帮合作,涉及到胰岛细胞的封装技术,可以降低预体干细胞免疫排斥的反应,还能绕过纤维化反应。 对于已成为糖尿病的第一大国的我国来说,如果能够成功研发出糖尿病治疗技术,将会帮助很多老百姓摆脱不能吃住时的困境。 华夏圆干细胞医科研团队,由哈佛大学归国教师领队,利用合成水凝胶颗粒技术,在体外将成熟的一体胰岛贝腿细胞进行包裹, 然后移植到患者受损的胰岛区内,将这些胰岛贝腿细胞能够免受糖尿病患者移椅系统的攻击, 从而发挥出正常的生理功能,来彻底治愈一型糖尿病。 展望新技术绕过了胰岛细胞移植所产生的排斥,是细胞治疗糖尿病领域的一件重要进展。 不只是科学家,作为如今越来越多的糖尿病患者,更是对能够通过细胞治疗糖尿病充满了期待。 如果这类治疗最终取得了成功并通过审批上市,那么胰岛素注射疾病患人工胰岛素系统的需求, 有望消失,糖尿病治疗将开启新时代,华夏和上海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